大家好 我姓王明叫中良 我是1990 1999 1998年 毕业于马来西亚工艺大学的 土木工程系 在 我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工作 但是不幸的在2000年 2000年的时候 我被医生证实换上 肾萎缩的问题 坏句话说从今开始就要开始洗肾的生涯 我自己本身体验过洗肾的日子 一个星期洗肾三次 无论在金钱上还有体力上 遭到很大的选择 由于 洗肾 花费很大 所以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 在经济上面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洗肾中心 肯定的 我很肯确定的是 我们是用RO水 所有的 仪器 包括一切的用机 必须要用RO水来清洗 然后小弟很幸运的 在2001年商业的时候 由我母亲捐给 一粒胜给我 因为 在这一年的期间 我母亲看到我洗肾很辛苦 金钱方面还有体力方面 根本不能够工作 所以母亲在2001年商业的时候 才决定 进行 肾脏移植手术 在2001年商业 也是去年 小弟成功的把母亲的肾脏移植在我的身体里面 所以 那时候我一换肾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说 从今天开始 如果可以的话 你要保护着你的健康 你一定要使用着 RO水 所以那时候 我是艾康的会员 我已经 享用着艾康的RO水机 所以 为什么这个水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重要 他们来说 因为 现在我们只是 剩下一粒肾脏的人 一粒肾脏的操作 肯定 没有两粒肾脏的这样好 所以好像我们这样的人 如果 像我们这样的人要喝RO水的话 那些两粒肾脏的普通人 正常人 更加应该购买RO水来喝 尤其是艾康的RO水 因为艾康的RO水 经过眼红外线的调理 它是活水 它容易渗入我们的细胞里面 再加上 我小弟 幻生的时候 医生说 肾的功能 操作功能 是由血液里面那个 Cridium来定做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鸡肝酸 医生说 当这粒肾换过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只有一粒肾 所以 它的操作功能 肯定比较大 所以我们的鸡肝酸 肯定会超过180 不能够降低过180 正常有两粒肾的人 通常是不会少过133 通常不会超过133的 不过 在这 将近一年的调理里面 因为我每一天 大概喝将近 4L的RO水 艾康的RO水 变成我的Cridium 相信 医生也不敢相信 为什么会来到 降低的指数 我的Cridium也是 肌肝酸现在来到140 接近普通人的水平 所以 我也很感谢艾康的RO水 给我这样好的 调养 小弟本身 很希望 这个RO水能够继续 给我的身体 带来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我们听过 林正仙教授 所分享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的肾脏 是泡症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 所以 血液的浓度 直接影响到我们肾脏的 操作功能 所以今天加上 RO水 我们艾康的RO水 是活性RO水 很容易 渗入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细胞里面 所以变成我们的血液 很容易被我们的RO水 当化掉 所以肾脏的功能就减轻了很多 所以我相信 就是因为这样 我的肌肝酸 才会来到接近正常人的水平 我也是很开心 艾康有这样RO水机 然后我发觉很多人在怀疑 如果一天喝4L的RO水 会不会觉得很饱 他白说 我不会很饱 因为很容易被 渗入我们的细胞里面 很容易被排出来 又搬出利尿 然后提高肾的操作功能 让肾脏 很容易适应着我们身体的操作功能 所以 今天RO水是决定是我们名字的选择 我们应该 快快的 尽快的使用 RO水 尤其是艾康的 活性RO水 谢谢大家 在这里 我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说 当我本身发觉到我有肾脏问题的时候 其实 我那天突然间 吐得很厉害 直到眼睛出血为止 第二天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说 你的肾脏已经开始萎缩了 你要开始准备去洗肾 医生打算 把我马上去动手术开这个手 来洗肾 不过 由于自己本身当时还很年轻 坚持是说 自己的身体上应该有这样大毛病 就说 毕竟自己这样年轻还不能够接受 为什么还要坐到椅子上面洗肾 当天晚上我父亲打电话给我说 不需要去洗 吃中药会好 所以当天 就马上回去看了中药 不过 吃了中药过后两个月 我的那个点 那个肮脏的点数 不减 增加 增加到接近一千点 一千年的时候 我还是坚持不要去洗 当天晚上 我发觉到我的脚肿 到一间进肤的床部下去 那时候很辛苦 我家是两层楼 谁要上去楼上的时候 要走上去 走到楼上要坐在床那边休息半个小时才能够回去 因为已经开始弃床了 所以那时候我太太一直哭告诉我说 你一定要去洗身 我还是坚持我本身要去洗 嘴巴里面有开始传出 很重的尿味 因为那些肮脏东西 根本都排不出去 所以那时候只觉得 网上也不能够睡 不能够躺着睡 因为躺着睡好像要断气要死要这样 所以只能够铺在床子上面睡 在当天晚上我过得很辛苦 当天晚上 第二天一早的时候 我已经顶不顺了 所以 我还坚持了 进去新加坡看那个棕榮 那个棕榮说 你等我回来依你 你不需要去给西医洗身 你一洗身我就救不了你 所以那时候我很笨的为什么 我还去听他的话 我还坚持不要去洗 到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已经顶不顺了 我吃什么就呕什么 吃什么就呕什么 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的 妹妹 还有他的男朋友就驾车 连同我的太太 驾车从新山 带我去 吉隆坡的 苏坡加盟那个center 我进院的时候 我的读数已经来到1700多点 那时候是晚上9点 晚上 凌晨2点多上点 医生叫我 签那个consign form说 那个consign form说我一定要洗身 不过我还是坚持不要钱 因为我觉得 我一洗身 我就是完了 我什么东西都完了 不过那时候母亲在 我还记得是4点多 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说 你一定要洗 如果你没有洗的话 你的生命就要完蛋了 所以 那时候 我就决定 我要洗身 第二天 我洗身的时候 他是用一条水管 从这边插进去 我从来没有动过这样 勾力的手术 因为 没有打麻痹针的 就是要插进去洗 我第一次洗身的时候 还记得 回局来看我 我记得 晕在厕所里面 我走不出来 他扶我出来 我根本不能够洗身下去 我觉得很辛苦 在吉隆坡 我在吉隆坡修养三个月 我的太太每个一天 跟我两个人 测德式 又过马路 带我去洗身 我为了要省钱 我告诉医生说 我可以一个礼拜洗两次吗 医生说可以 不过洗了一个月过后 我的眼睛瞒掉 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我只能听到电视机的声音 医生告诉我说 你的毒素已经太过厉害了 你不能够一个星期洗两次 你一定要洗三次 如果洗两次的话 你的毒素洗不干净 会伤到别的气垮 所以没有办法 真的就开始洗三次剩 所以那时候洗的时候 我觉得很辛苦 但每一天每个一天 这样长的针 差不多一寸半的针 从你这边吃进去里面 抽搐你身体的血 洗掉 又把他输送回去 过程是四个小时 坐在洗身椅子上面 真的是很痛苦 那时候想到 还这样年轻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 那时候我母亲说 她要把身杖换给我 所以 那时候我很感动 我母亲说 我大概说如果我母亲不要换的话 她也是要把身杖换给我 因为看到我痛苦的这种样子 过后我就把 我的时间回到新山 回到新山的时候 我就在 新山那边聊一聊 在新山城市 洗诊东西 洗诊 一次洗诊是 170块 包括打不学针 60块 所以每一次的洗诊过程 大概我们要花 20030块左右的东西 还有 包括吃药那些 所以每一个月 当当洗诊的花费 需要4000多块 所以 那时候 真的 如果不是爱看 恐怕我已经洗不下去了 所以那时候 真的 洗诊四个小时里面我能做东西 就说 我相信他们来找我 检讨主 在洗诊椅子上面做 就开始这样 开始 努力的 去做爱看这个行业 因为 所以 想到自己健康身体一天天落下去 但是 我也不能够不在乎 没有明天 所以 那时候 我母亲 去诊诊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去诊诊 决定要放肾 动放肾手术 那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在去年3月26号的时候 成功的把我母亲的肾脏移植去我身体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在医院休息 休息 一个星期 因为这个伤口 这个伤口就是新的肾脏伤口 这些医院休息一个星期之外 还要每一天包着脸 每一天不可以吃外面的东西 只能够吃 造米 organic food 全部organic的蔬菜 来调养 所以那时候我住院一个星期过后我就出院我住在基隆坡 三个月不可以接近人情 每一天早上起来的 全部是看到我太太和我两个人不了 所以我太太每一天照顾我 煮给我吃 陪我度过这三个月 休养期间 在这三个月里面 我每一个星期就要回去 马来亚大学 医院 两次 去做定身检查 在检查的过程中 当然 我们要看我们的肾脏 到底 有没有 遭遇到良好的作用 所以 每一个 每一个时候 就好像等着成绩这样 医生check in过后 要给我们知道成绩 才能知道我们的肾到底可不可以用 所以经过三个月过后 我的肾脏完全没有呈现排斥的现象 所以我开始回去新山 过着我正常人的日子 但是 我每一天还是要服用 医生所供给的药 但是我在这里要感谢到 这个社会里面很多 呃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人 比如说 我们的药 如果要去外面买的话 大概是整千块的数量每一个月 整千块来吃药 不过由于马大 是有一些 工作人士或者是有心人士 来赞助 所以我们吃药每一个月只需要100块 所以在经济上面无形中 减压了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能力 所以变成 在这一方面 更加鼓励我 利用爱康这个生意去帮助更多人 然后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 我也是 爱康的辅助 保健产品帮助之下 比如说我有这出炉 出炉 还有蓝灶 还有EU 还有大量的喝水 那时候肾脏一开 一动完手 手指出来 医生说 你每一天要喝 4个L的水 给你的肾脏 操作功能 看你的肾脏能够操作吗 医生说 一开始是这样 比如说明天要去放肾今天 因为我们之前还是洗肾吗 洗肾的时候 一天只可以喝一小杯的水 不过今天洗完 明天就要化身了 明天又化身出来就要喝4个L的水 根本是 天差地啊 根本是不能够适应那种 那种痛苦 所以那时候我太太每一天 每一个小时我记得 就是给我喝水 我喝到3L的时候 我告诉他说 我要死了 不要说我很辛苦了 每天喝这样多水 不过现在 我已经很幸惯了 我每一天 还是喝 4L的水 4L的水对我来说是很容易 比如说现在 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已经喝了将近3.5L了 所以 很容易有这样喝进去 不过艾康的水很奇妙 好像我刚才所讲的 当你喝进去的时候 它是活性水 很容易渗透我们的细胞 变成我根本不觉得很保障 不觉得很保 很容易渗透 又很容易利尿 很容易把那些东西抬出去 所以当然 医生 医生 当证实我的 那个肌肝酸 叮叮是140多点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连医生也不相信 为什么 我换了这个 医生本来医生是不会超过 不会少过180点 不过来到140多点的时候 医生说这个是 incredible 就是好像是 很奇迹 很奇迹的出现 所以 在这里我也是很 感谢 我的上线人 尤其是汇聚 还有 给我的 苦力 还有 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在这个过程里面 陪了我 两年 我只胜 我放胜 寸步不离的 每天陪在我身边 所以 还有我母亲 她把身上 唯一的 唯一的身脏 结给我 还有在福音这边 如果有一些人 他们得到身脏病 做母亲 父母的 或者是 如果可以的话 请把我们的身 卷出来 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因为 每个人其实 只有一粒身脏 就可以生出来 这是我的告白 谢谢